6月19号下午5点左右 河南洛阳梦惊一位62岁的大伯王正明 在黄河边散步的时候 看见三个小伙呢在潜水区嬉戏 可是一转眼的功夫啊 三个人忽然都消失了 只见远处呢浮浮沉沉露出一个头顶 他心想糟了 这黄河水可不比一般的小河渠啊 再晚一两分钟 三个人估计都要没命 只想着救人的王大伯 来不及呼救也来不及脱下衣服 直接就冲进了水里 据落水者还有两三米远时啊 他感到水突然变身了 好不容易左手抓住了露出头顶的男子的胳膊 右手拼命滑水 但发现怎么都拉不动 甚至还被对方往水里带啊 加上水流湍急 王大伯咬紧牙关拼尽全力 终于将人从深水区拉了出来 这时才发现 另两名男子呢也顺带被拉了出来 原来三人在水下一直拉扯在一起 王大伯就这样一拖三 把三人都救上了岸 三名落水者呢都是30岁左右的小伙 上岸后啊脸色发青不停的咳嗽吐水 索性营就及时 没有大碍 而王大伯呢也早已泪滩 这才发现啊 裤兜里装了现金驾驶证和手机全泡水了 事后呢大家才了解到 王正明原来是当地的一位退休交警 此前至少有20年没有下过水了 老民警退休不退色的英勇善举 让人敬佩 但获救者上岸后的一个细节啊 却让人心寒 在确认无碍后 三个小伙带着自己的老婆和孩子 悄然离开了 后来派出所民警和当地救援队赶到 被老人的一举感动 一位救援人员主动提出帮老人修手机 一位花甲老人冒着生命危险 挽救了三个家庭 中途还差点被溺水者代陈 可被救者连最起码的一句谢谢都没有 知恩图报是做人最基本的常识和素质 更何况是大于天的救命之恩啊 三个成年人在黄河水域兮兮没有安全意识 溺水时差点把救人者代陈没有愧疚之意 而被救之后悄然离开更没有感恩之心 让一位老人为自己的任性买单 于心何忍又于理何在 不管有什么特殊的理由 都不是忘恩的借口 没有谁天生就要帮助谁 救你不是理所当然的事 而更让人心生敬意的是 老人的一腔热血并没有因此被浇灭 他欣慰的笑的说 不能眼睁睁看着三个人没了命 对比之下 老人更显高尚和珍贵 这是刻在骨子里的善良啊 但是别人的善良和不求回报 不是有些人任性和冷漠的资本 所以我们要歌颂救人者 中奖建议有为 也要谴责忘恩者 让他做出该有的补偿 担起该单的责任 这就跟任性旅有欲险浪费公共资源 该承担施救费是一个道理 对不负责 不反思 不感恩的人 就不该零成本 如果人人都对别人的善意 无动于衷 那谁还愿意善良呢 而不懂感恩的人 最终都将孤立无援 您觉得呢